在事后这天虽然还没有下起大雨 不过刮起了强烈阵风 各地也陆续传出有路牌倒塌的情形 逝去不少店家也趁着天气还没有变坏 赶快做好房台准备 一阵强风瞬间袭来 只见路边看板像骨牌一般整排连续应声倒下 旁边路牌同样不敌强 进风式直接断掉横躺在地上 中台小犬来势汹汹 3号下午花莲地区的民众就非常有感 立刻绷紧神经展开房台作业 大概有少五六成有了 还有人就很奇妙了 台风来袭不仅要担心没生意 还得预防店面毁损造成损失 店家纷纷将招牌物品绑上绳子固定 花莲海岸边峰市强劲长浪已达4米高 花莲以及东部海面都在警戒范围内 除此之外山区也是防台的重点区域 在赤柯山以及六十石山竹林产业道路 都用三角锥以及封锁线封闭道路 预防民众上山发生危险 退票是不是 因为台风的关系 因为台风的关系 怕下大雨 怕下大雨 不止山区封锁道路 火车站人烟稀少 只有少数人前来退票 因为台北到花莲的火车班次部分调整 中午过后陆续停驶 花莲机场则是空荡荡放下台风门 取消许多飞往花莲的班次 不过花莲地区4号正常上班上课 花莲县县长徐正伟的脸书就涌入民众抱怨 小选台风逼近花莲地区严阵以待 全力避免台风侵袭 记者吴全军许令 请花莲报道